今天我們一起來研究如何將隨身碟格式化成為 NTFS格式 首先我們將隨身碟插到電腦上面 按右鍵 按格式化 預設的Windows XP 它只能夠格式化FAT的格式 FAT32這種格式是一個舊格式 它有單一檔案4G的限制 也有資料夾最多只能六萬五千個檔案的限制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限制 既然這個是一個舊格式 我們當然能夠不要用就不要用 所以我們要來研究如何格式化成NTFS格式 首先我們將左下角的開始點下去 按控制台 然後我們到系統管理工具 然後按電腦管理 電腦管理再按裝置管理員 裝置管理員再去找磁碟機 將它展開 然後找到我們的隨身碟這邊 隨身碟上面按右鍵 再按內容 再按原則 那預設是快速移除最佳化 那現在我們把它點成效能最佳化 然後按確定 這樣子 這些就可以關閉 然後我們再來看 我們的隨身碟按右鍵 再按格式化 那我們將它下拉 多了一個NTFS格式可以選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格式化了 以上就是NTFS格式的選擇方式 GINLINE 0 0